每日都有新唐点响 但你可不听 哈喽大家好 爱你们的小二又准时出现了 近日九五后新生代女星赵露丝争议不断 引发网友热议 这次风波的情势 与网友爆料赵露丝在拍摄心安擦乱的时候 起码受惊大马无垒 据赵露丝后来解释 当时他因为在摆弄造型 没有听到导演会开机 无垒这边则是正常演戏 结果赵露丝受惊之后 下意识破壳大骂 问候无垒妈妈 开拍之后 片场又很安静 所以全场都听到无垒被骂了 看花絮 无垒当时也是一脸懵 说自己是在拍戏 导演还过来说这条演得很好 但是赵露丝就一直强调 自己没听到开机 也并没有当场给无垒道歉 之后 据传无垒连夜发红包 求尽快杀青 做一场戏的时候 无垒拍完照 就火速跑路 一点留恋都没有 这件事发酵之后 赵露丝的人品问题 也引起了网友热烈讨论 明明是自己工作6号 没听到导演说话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大骂男主 如果赵露丝当场道歉 也就没啥了 结果之后 采访的时候 还多次心虚 主动提及此事 说自己拍摄受尽 还说无垒把马立了起来 吓得无垒连忙否认 他不可能让马失控的 种种操作 让赵露丝备受争议 虽然视频有些模糊 但声音确实听得清清楚楚 后来无垒见赵露丝 实在是被吓惨了 于是连忙安慰他 并示意已经开机了 赵露丝呢 不知道是还没走出 背下的阴影 还反复回呛说 没开机 来人就这样 一直争执不下 最后视频 戛然而止 首先关于这段视频 虽然画面 不一定能看出 是赵露丝无垒 但赵露丝此前 接受采访时 提到过此事 当时他表示 自己确实没有听到 导演喊开机 于是在马上 惊慌失措了很久 粉丝还在解释 赵露丝是因为受惊 才情绪激动骂人的 结果很快 遭到了多位 业内集体道友 有业内直接公开爆料 赵露丝早年 还没火的时候 就不是很有礼貌 甚至还涉及职场霸凌 不过之后 有粉丝出来辟谣 称爆料博主 根本不在 当天工作人员的名单里 而当天的化妆室 李佳在私信里回复 网友称 当天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还有其他合作过 赵露丝的业内 出来替赵露丝说话 称自己的杂志 也拍过赵露丝 人挺不错的 私下没架子 网友也表示 工作室并不会把当天 载上所有工作人员 都写在文案里 爆料博主也早就说过 自己当天是去片场玩 刚好碰到赵露丝 而且化妆室 李佳等人 和艺人之间的合作 打工人还是实名上网 难道还能说 合作艺人的坏话吗 之前在片场自己斗狗 却让助理穿袜子之类的事 大家也都亲眼看到视频了 当时还有人解释 是因为穿着戏服不方便 但赵露丝私下 似乎也经常涉及这些争议 有采访过赵露丝的业内 出来爆料 赵露丝不仅压缩采访时间 还要求在采访过他之后 一段时间内 禁止采访同年龄段的 其他女艺人 拒绝采访 还觉得别人采访她 是在侮辱她 同时 该业内记者 也提到了赵露丝骂人事件 称不会觉得很惊讶 看来不止我们这行的 她的同行估计有很多草小兔 疑似曾经和赵露丝 合作过胡同的工作人员 也吐槽赵露丝片场态度不好 托剧组进度 最后还说 自己合作过那么多戏 没有一部是让她全平台骂的 称以后再也不会看赵露丝的剧 因为胡同这部剧 赵露丝还被批 是绝望的文盲 记错时间 认识真的是多方为崩塌 合作过的代言公司的工作人员 也吐槽过赵露丝拍广告 要求修图 还不背广告词 几句话还要看提词器 疑惑她拍戏都是怎么背的台词 也就是这样 赵露丝这几天一直被挂在热搜上 被网友们讨论个不休 不过这段视频也有一些说法 有不少赵露丝粉丝表示 原视频是被人故意抹黑 然后剪辑的音频 为了证明真假 粉丝除了提供另一个方向 录制的视频外 还有一段拍摄的后续 从画面来看 导演和乌磊表情正常 谈话也正常 似乎并没有觉得 或者说 并没有因为赵露丝的话 而有所触动 还有的博主 转载了此前央视点名 赵露丝绝望的文盲 赵露丝也对此进行了取证 但要是真的打官司 人家博主也够不成侮辱诽谤 毕竟央视网原话 就是那么说的 拍完了戏 分不清时间段 一点常识概念都没有 如果这样上纲上线 那赵露丝方 应该直接起诉央视网的 运营主体 而非转载的微博博主 所以回头 在分析赵露丝工作室的声明 称要各种起诉名誉权 根据法律规定 捏造事实 对他人提供的 严重失实内容 未尽到审核义务 使用侮辱性言辞 贬损他人名誉 才构成侵犯名誉权 但是结合目前的情况来看 视频是事实 没有人故意捏造 而且也没有侮辱赵露丝本人 所以律师表示 针对工作室发文 点名的那些微博博主 他们的行为 够不成诽谤侮辱 侵犯赵露丝名誉权 有关元乐圈明星 各种起诉名誉权 网友都见怪不怪了 就算赵露丝工作室 点名一些博主 侮辱诽谤 但只要稍微 看一看法律法规 这种说法 就很难立得住脚 所以也根本告不了 并且赵露丝方 目前仅停留在 核实博主 实名信息阶段 还没有正式提起诉讼 玩文字游戏来公关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一言一心都要谨慎 尤其是在一些事实面前 更要敢于回应和面对 而不是发律师函 发发声明就过去了 拒绝正面回应解释 只会让口碑越来越差 希望娱乐圈的明星们 都少一些力气 多提升自己的涵养 敢于担当吧 随着这几年 耐语的变动 不少明星翻车 都是因为文化水平低 或者没有文化造成的 别人是出口成章 可到了他们这里 就是祸从口出 最终 大部分都是玩的文字游戏 捉住文字漏洞 进行公关 来为一人洗白 挽回形象 如果这种风气再不改正 以后明星发的声明 恐怕真的会变成 现实版狼来了的故事 没有什么人 真的会相信了 说到底 问题还出现在 娱乐圈文化水平 这件事情上 如果当明星的门槛 可以提高 那么以后这种情况 出现的也会越来越少 还是要从自身的问题入手 提升自己 才能不惧怕这些网络舆论 工作室的声明提到 赵路斯个人声誉受影响 所以起诉理由 也是涉及侵权 也就是名誉权 只是不知道 这份声明 是不是迫于无奈之举呢 毕竟 事件的核心 是赵路斯怒骂吴磊 但他本人 好像没有对吴磊道过歉 所以声明发出来 也似乎 没有能够降低影响 所以赵路斯工作室 没必要硬要跟网友对着干 这件事的起因 就是有人爆料 去年暑期 某部热播剧的女主角 骂男主角 后来 男主角连夜杀青走人 随后赵路斯 吴磊片场 骑马的路透曝光 赵路斯本人 因为没有听到开启声音 而乌磊听到了 就正常骑马表演 结果赵路斯 认为马发疯了 爆粗口 怒骂乌磊 并甩手打他 而认真表演的乌磊 也是惊慌失措 原本这件事情 就是意外差距 误会而已 赵路斯道个歉 就完事了 但愣是直到 电视剧播完 他都没有表态 甚至在宣传活动上 心虚提及此事 说以为马发疯了 马还立了起来 导致乌磊 连马否认 马没有立起来 更没有发疯 之后 吴磊杀青的视频也曝光 杀青镜头拍完之后 吴磊火速 逃离现场的样子 令网友哭笑不得 直言大工人真惨 还有赵路斯的一些 点赞过往也被翻出来 种种雷点之下 导致娱乐有些失控 指责赵路斯甜美 变态妹的声音 也越来越多 当然其中有一些人 言语过激 射击人身攻击 这里当然还是呼吁大家 理性看待 吴磊本人 敬业演出 而且他精通马术 没场骑马戏都是自己来 结果正常表演 却被对手戏演员怒骂 努力解释 还被骂有病 更惨的是马儿 明明正常在跑 结果一下子说 被立起来 一下子说发疯了 还好有路透视频在 另外吴磊还被赵路斯粉丝 攻击 称他全责 要求他道歉 也是蛮令人无语的 看到这里 只能说明星 还是要谨言慎行啊 无论私下还是工作中 应该留有余地 如果有错误 就及时改正 如果冤枉了 就及时发生 毕竟内语的律师函 对于网友来说 似乎早已成了笑话 就希望大家 能够做一个 有义德 有品德的公众人物吧